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仙镇 湖北汉口 广东佛山 并称为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名镇 与其他三大名镇相比 景德镇的独特在于它 是我国唯一一座 以手工业著称的城市 如果论及至此史话 则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新平野陶 始于汉室的记载 就足以证明景德镇至今 已有两千多年的至词历史了 到了百圣的景德年 也就是公元的1004年至1007年 珍州皇帝派遣了一批官员 到达当时的苍南镇 都烧了一批玉尺 由于当时这笔玉尺烧出来 光之貌美 全国影响很大 所以珍州皇帝一高兴 就用自己的年号 景德年赤于昌南镇 作为正名 景德镇就由此而得名 由昌南镇就改为了景德镇 宋代 宋代对于景德镇来说 是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因为从这时起 景德镇一名正式产生 景德镇陶路记载 因其此土白壤而直 智宝逆 色滋润 真宗命尽玉器 弃底书景德年制四字 于是天下咸称景德瓷器 景德镇也因此得名 距今已经整整一千年了 自古以来 悠悠昌江水 层层高陵土 红红摇炉火 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 使景德镇至此夜 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 这在世界陶瓷史上 都是罕见的 无论是唐代白瓷的润泽 宋朝影卿的亮丽 还是元代青花的光彩 明清瓷风的娇媚 白如玉 薄如纸 明如镜 声如庆的瓷艺风格 都赋争了景德镇 都赋予了景德镇瓷器之国的称号 是以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为坐标的 那些精美的官瑶瓷器上 只有皇帝的年号 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出 每个皇帝对于瓷器的不同喜好 却无法体会那些能工巧匠 艰辛创造的故事 这个是嘉靖年间的大龙缸 这个大龙缸 它是皇帝墓穴里面 用来点长明灯用的 这上面的龙是二龙杆珠 它是龙头对龙尾 二龙细珠叫龙头对龙头 而这个龙身上的爪子 它是五个爪子 过去在古时候 这个龙爪子它是很有区分的 也就是说五爪龙 它是皇帝用的龙 四爪龙是宫廷官员们用的 而三爪就是民间老百姓所使用的 在当时那个年代 能烧造出这种大件产品 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在古时候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落后 而皇帝又规定了烧尺的期限 炉烧制不成功的话 整个御爻场的工人都要招来杀身之祸 井的正御爻场又屡烧屡败 为了拯救全场摇工的生命 有一个叫铜兵的御爻场工人 就众生跳入了摇火之中 用自己的身体祭奠了大龙缸 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铜兵 就为他建造了一座烽火先生庙 而每当御爻场在烧尺之前呢 工人们都要到庙里为他上香祭拜 以求烧尺成功 年间所烧自的祭红碗 祭红它是众多颜色诱中 最名贵的一种摄诱词 在过去井的正呢 又把它称为叫宝石红 相传了烧这种红的时候呢 要配此红宝石才能烧出来 在当时呢流传的一句话 要想穷烧祭红 这种红要烧不出来的话呢 你就会倾家荡产 说到这里呢 祭红还有一个凄美的传说 相传在宣德年间 皇帝需要一种红色的瓷器 作为祭石所用 他于是呢命令当时的御爻场 在三个月之内呢 必须烧出这种瓷器 否则呢御爻场的功能性命难保 而当时的御爻功能呢 还没有很好地掌握这种 瓷器的烧成温度 也是屡烧屡败 眼看期限将至 功能们呢 却一个个愁眉苦脸 茶饭不失 但却束手无策 有一个老爻功的女呢 看在眼里 激在心里 有一天呢 晚上 她突然做了一个梦 有一个仙人指点她 要她用自己的鲜血 把瓷器揽空 第二天呢 在功能们又一次 四字烧瑶的过程中 她众生跳入摇火之中 只见火光一闪 熊熊烈火 越烧越往 众疗功们不禁 泪流满面 失声痛哭 瑶功的女儿牺牲了 但这次的瑶呢 却烧得非常成功 开瑶时 一字字右舍英红 晶莹论则的瓷器 摆在面前 为了纪念这位少女 后能们呢 要把这种瓷器呢 又称为叫美能济 谢谢大家